原來是這個 這個 現在是這個 進去之後就是 不准居住的地方 我叫不下去 如果你喜歡日本旅遊 或對日本生活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YUI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影片開始 我是住在日本的台灣人YUI 那今天呢來到的是 福島的大雄艇 大雄艇呢就是 在311大地震海嘯的時候 核電廠1到4號機 就是在這個大雄艇裡面 那其實現在大雄艇 就是這個核電事故 已經過了11年了 那在這個大雄艇呢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恢復到 迎接他們的居民回來住的狀態 算是這次核電事件裡面 比較嚴重的區域 那今天呢我們就是跟著這個 大雄艇的在地的人叫做 牧村先生 請他幫我們就是介紹 現在這裡面現在的現況 那今天影片會稍微 不像平常那麼歡樂一點 當然希望就可以透過 深入這個地區 了解現在的情況 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邊大雄艇啊 福島啊現在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那希望大家也是可以 帶著一個了解的心情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 把影片看到最後 那我們就跟著牧村先生 一起出發 讓我們走吧 從這邊開始就是管制區域對不對 對 再進去之後就是 不准居住的地方 進去的地方是 進去的門口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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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裡 這是測那個輻射線 測輻射線 現在是零 那等一下可能會比較 比較低 會增加 OK 我們現在在走的這個 區域呢 是到今年1月為止 都還不能進來的區域 那就是現在 輻射量都已經 就漸漸在減少了 所以現在是 這邊是有開放 可以進來的 沒辦法進來這一塊區域 那現在是可以進來 從今年的1月開始 所以他們 在就是今年開始 就重新又舉辦了 櫻花的祭祭 就是 又恢復這邊的一些活動 我們現在要從這邊開始 進去這個區域裡面 一台一台車在進行管制 我們第一個要去的是這個熊亭小學校 這個熊亭小學校呢 跟這個牧村先生 還有他的女兒 是有 有一些故事的 那等一下就是 聽他分享一下 在2011年3月11日 地震發生了 自動車都被殘留 那以後 全都被殘留 所以 自動車都被殘留 那個腳踏車呢 都是維持著 11年前 老下的樣子 然後他們也沒辦法 再回來 牽自己 每天騎著來上學的腳踏車了 就是一直這樣放在這裡 大家在生活的地方 有多少個位置在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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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0.05μS 比以來比以來 比以來 50倍的前後車線 有多少個位置在生活的地方 這不是全的 所以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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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的地方 對 對 這幾個位置在生活的地方 有些人嗎 是 實際上 這一點 這裡 如果 醫生 醫生 健康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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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親は11年半以前的状態残在 我女的生命的証書也在 遺族として家に持ち帰ることは でも持ち帰って自宅に置いておくよりも ここがこういう状態なので ここに遭った方が当時ここで生活してた 勉強してたっていう様子を想像できたりとか あと皆さんにこういう話をでき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というような関係だったりするので というような教訓として残る話だと思って 彼女の名前も残っていけばいいなぁ なで 今来到的是当時牧村先生他女兒的教室前 那他剛才有跟我們講他女兒是坐在哪一個位置 然後還有包括牆上的照片 也有他女兒的照片 那我自己剛才聽他在講故事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站在這個窗外 就是看著這個裡面的樣子去想像那個 我叫不下去 你全て一緒に食べるのが何か 雖然他現在就是看起來很平靜的在訴說這件事情 但是呢他就是有說 還是心裡還是會有一點點難過 但是呢他覺得 與其就是把這些東西帶回家 保留他原本在這邊的樣子 是可以對大家更有幫助 就是穿搭那時候的情況 然後跟大家說著那時候的故事 可能知道不太起來 黑板上面有寫的是3月14號 那其實大家知道這個大地震的海峽是311 是3月11號的 那應該就是寫著他們 就是隔一週下一個禮拜一的日期是3月14 就6日沒有3月14號 可是就沒有下 下一個禮拜了 穆村先生說 其實熊亭小學校的地勢並不低 這個廣場是大家遇到地震時的避難所 所以整個學校唯一的犧牲者就是他的小女兒 正當我充滿疑問時 這次在車身中從小学校的地避難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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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的 就在返回前了 爬上返回前了 然後我力氣返回 我要去衛生 津波是在旁邊的說話 如果我們在海 próximo 底震會說不必要 如果有人有養成 我們就不要走 津波上還有津波 津波上是在旁邊的說話 我都要求 спас就有自己的乖母親自是等的 但是我都知道 第一次的状況 那一天最重要是 首先在災害前面再會 跟家族跟我們話合 成為一小朋友 友好 你也想要去做一件事 你也想要去做一件事 但是,我可以做到的確率 我自己的經驗和教訓 你也想要去做一件事 你也想要去做一件事 我希望你去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複色的一些土壤把它裝成在袋子裡面 然後就擺在這邊 讓它慢慢的就是不會影響到其他的地方 譬如說有一些表面的土壤已經被土壤 所以它就把它全部裝在裡面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把它蓋住 讓它不會把複色人再跑出來這樣子 這個是中間的意思就是它是圖中 也就是說它先放在這邊 然後之後再看怎麼處理 那它就是代表說這不是結束 這是發一直給人 但是說實在的 他們可能也還沒找到怎麼解決這些東西的方法 它就是自然消除那個土壤那個輻射線的這些東西 把它埋在那邊 然後把它放進去之後 他們就會在上面蓋那個綠色的布啊或之類的 然後甚至在上面種就是這樣炒 然後就是讓它那些東西離開表面 然後它會再放遠一點距離 然後不會再散發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邊下面這邊都是已經買進去了嗎 然後把它放進去之後 然後把東西放進去嗎 然後再放進去水槽 沒有出現了 只有通常 我們現在第三個來的是這個在海附近的養殖場 那這邊呢雖然它高大概有10公尺左右 而且其實距離海邊也有段距離它的飆高也是有一點高度的 那也不是說真的離海那麼近 可是因為那個含孝真的非常的大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養殖場現在也是被破壞了 啊 本來是這個 欸 現在是這樣的 這個津波的巨大度是很清楚的 這個壁是4m的壁 那是鐵研碼的 啊 真是的 這個壁大概是40cm的 這個津波的巨大度是很高的 對於這個津波的巨大度是10m 這個津波的巨大度是10m以上 對於這個津波的巨大度是10m以上 那裡是沒有的 對 那些津波也沒有 那裡有很多人想到 那裡有很多人想到 對 我們現在是在這塊地區 蕭波快到這塊我現在站的地方 其實還有一點距離 再加上養殖場的高度也有超過10公尺 那可以想像一下那時候海浪這樣子從這邊越過這個小坡 然後達到這個養殖場 這樣子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候的人會覺得 啊海嘯不可能打上來啦 不可能這麼誇張這麼高打到這邊來 所以就造成他們的那個避難就稍微延遲了 這邊就是那時候的鋼筋水泥的柱子都直接這樣被沖斷了 你不要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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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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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應該不會痛吧 還好還好 沒事不會不會 天啊好鮮豔的 چ然而言 自己在上面 不是餓死嗎 會不會 跑來吧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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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 小心 小心 很緊張 沒事沒事 解決 有可能性的事 事故を起こしたのは原発東京電力が確かに責任はあるんだけども その電気を使っているのは自分たちで 全く無関係ではないですよ 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欲しい だからって言って電気を使うな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て 単純に言うと冷蔵庫は必要だけど うち電子レンジはいらないよねとか なんかできることって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牧村先生說 人們因為害怕核災的放射物質而離開此地 不知情的竟為物種餘因 卻在人煙散去後與此煮潮了 不覺得人類真的很狡猾嗎 因核電事故而被污染的廢物料 根據種類不同 有些可能要花上數億年才能處理掉 我們自私的享用電力 卻可能將這些核廢料處理的問題 留給沒有享受到的後代 想到這 不覺得我們真的很狡猾嗎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誰都不想遇到這種事 那些核電事故後產生的廢土廢水 不管是福島居民還是專家 都沒有人知道怎麼處理才是最正確的 也沒人能保證 現今的處理方式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 一定不會出現問題 還沒想到怎麼解決面板垃圾 就大量設置 現在的太陽能發電問題 就跟過去的核電一模一樣 我們面對他的提問 雖然很難有個立即的解答 但抱著懷疑和反思 總比毫不思考的生活下去好 這是我們在這個大雄艇裡面 今天木村縣帶我們逛了四個地方之後的 輻射的輻射的累積能量 大概是零到現在 累積到了2.8 但還是比他說的 就是我們去照X光阿的時候 會有60個單位的輻射量 60個單位的輻射量 其實還是低蠻多的 我們現在是要測我們腳斜地殘留 我們現在是要測殘留的輻射量 謝謝 那我們早上呢 就是請木村先生 當地的大雄艇當地的居民 帶我們深入了解 那時候海嘯的一些故事 還有他自身的一些故事之後 他也有講了很多很值得大家去反思 去思考去討論的議題 那就是希望大家看他的這些故事啊 還有他提出來的這些質問 可以真的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我們下午呢 要去另外一個地方是河南發電廠 那裡面可能不太能拍影片 就稍微用照片還有一些外觀 跟大家稍微解說帶過一下 我現在已經在回東京的新幹線上了 怎麼會這麼突然呢 本來下午是要去參觀河電廠 但因為我早上掉進水溝的關係 小水上有明顯的外傷 加上河電廠內的管制真的非常的嚴格 他們擔心微量元素會侵入體內 會讓我有身體上的危害 所以來回溝通幾次後還是無法放行 逼不得已 只好一個人先脫隊離開福島了 那關於河電廠的介紹呢 可以看看單體的這一支影片 它說明的非常的清楚很好懂 而我在這趟行程也可以算是收穫了很多 非常的多災多難 第一天摔壞了從來沒有裂痕的手機鏡頭 第二天騎腳踏車整面衝穿柱子 而今天掉進了生鏽的水溝裡 劃破小腿刮出超過10公分的傷口 雖然這些大概是巧合 也可能是我太鏘 但我感受到福島真的是用盡全力在告訴我 生命很可貴意外常在 我們要珍惜現在 那這次影片呢是受到福島前進團的邀請 才有機會進行這麼珍貴的取材 最近福島前進團也有做抽獎活動 如果你也想多深入了解福島 多認識這塊土地 我會把資訊放在描述欄 歡迎大家點進去看看 如果透過今天的影片讓你更了解福島的話 希望你可以幫我把影片按個讚 喜歡的話也歡迎訂閱留言還有分享 不喜歡就有緣再見 我是玉瑪丹捏